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这个职业 我老觉得我就是面目可憎 其实私下里我最不喜欢东家长西家短 但是偏偏干了这么一个活 你就是得东家长西家短的职业 所以我可以定一个 咱定一个原则 就是说当事人他自己公开发表的言论 这个还是属于我们可以公众讨论的范围吧 对吧 是他自己挑的嘛 对吧 而且咱先从正事说 你知道这个股票万科啊 这个现在不是一出 他就会有补跌嘛 人们预计就是一出来 肯定是至少三个跌停板吧 以为宝能不是用那个什么万能险啊 杠杆那个钱 就以为这股票这个几个跌啊 他不就爆仓的风险 他的资金就出问题了 现在我看到一个消息 三联那边发出来的一个朋友圈 说在这个副牌的第二天 也就是第二个跌停板 那天临近收盘之前 15分钟 一个大规模的这个资金啊 强悍进入 就是估计那天刷了 好像得有15个亿 就说这个反应 宝能系 就第一表示不差钱 第二 居然就说这传奇色彩啊 就说咱不懂他这个经济啊 说刷出了就是就是买盘啊 买的这个盘口啊挂出了好几个 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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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霸气霸气 您影响太丰富 没有通常出现这种情况呢 除了说表示保能不缺钱以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讯号 就是说他看准了这个 这个收购 不管是敌意收购 还是恶性收购 还是抢夺的行为 背后利润是非常大 那表示前面一直有讨论嘛 万科啊 隐藏利润很多嘛 是 股价被有益的人为压低嘛 那表示那情况是有可能是真 甚至有可能比我们想象中 一般一般说的严重 不然他不愿意 天下是这样啦 砍头的生意有人做 赔本的生意没人做 他再怎么霸气 都不会把钱丢进水里的 是 当然了 这个我最近也是反思了一下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谈自己不太擅长的领域 还是 是骂人嘛 不是 因为在我们了解的领域 他爆出了大的惊人的话题 我说我们的领域是什么 你看家伙写小说的 我们要谈谈文学 文学 你看 他们那天讲 就说一讲王石 就讲什么女人 就什么企业家追女明星 就好像这个比较low 我后来也想 也不见得是low 他主要是啊 就是说金融问题 咱就谈金融问题 企业管理问题 就谈企业管理问题 至于男女问题啊 不是不能谈 但是你发现呢 它是文学的领域 比方说历史上 咱们我那天就讲 陈媛媛 冲官一怒 魏红颜 这就是大诗人 吴眉村写的诗 你再比如说这个 长恨歌 是吧 就是婉转峨眉 马前死啊 君王掩面救不得啊 就是唐玄宗不得不弄死这个 他最爱的女人 有史以来最美肥妹 是吧 杨宇环 你看这都是文学 其实文学是可以讲男女关系的 文涛这个不只是文学啊 我告诉你香港很多投资银行啊 比方说我是iBanker的 iBanker 投资银行的经理 我要负责看下你的公司 你的公司啊 是 他们是这样 当然要看你的投资什么 有没有回报 什么负债率 现金率等等 还有一个看什么 你当事人那个主持的生活作风 所谓生活作风 他不是为了 从党的纪律去看 不是 因为他要看 他是一个考虑的因素 是包括什么 你一年去 多多 几次去旅行 旅行的消费是什么 你的牺牲活什么 甚至你的健康状况 那个是什么呢 因为你是掌头的脑袋 当你假如说 他觉得你的生活行为 会对企业的运作利润 构成风险的话 他就把对你的企业的投资降低 所以这个不仅是文学 那是经济学的 你讲的有道理 我就终于明白 为什么我在凤凰20年 连个副台长都没当上 混上的原因了 就得了个金牌 然后得了老板说一句 老臣都是忠臣 然后你知道 割灰在旁边 说奸臣带头鼓掌 这个又庭 我觉得代表女性立场 代表田普俊 对吧 我代表田普俊 我们都是直男癌 所以你要代表女性 来说说这件事 我应该没有办法 代表田小姐吧 因为她是王的女人 太高了 就是我只能说 就是我看了这一篇 这个所谓黑她的 整个历史之后呢 我们且不管 是不是田小姐 但我确不确 我看完我就觉得 我脑海中冒出了 一百个名字 就是你的生活当中 这种女生多不多 到处都是 你只要 就是她只是 虽然她不见得 变成王的女人 她可能变成甜的女人 张的女人 和的女人 但她的这个上位的方式 也就是那种 睁眼说瞎话的方式呢 或者是把自己的黑历史 想办法在某个 某个关键时间点 用一个方式 洗白的方式 我叹为关注 我觉得这件事情 也不是只有田小姐做啊 就是每一个人 都是这个样子 重点是 这些王的女人 这些男人 为什么你们都相信呢 你都买单 你知道那天 那个王石不就在 那个股东大会上 那个股东不就跟他讲说 我觉得你跟田小姐 谈恋爱就 没心在我们事业上 所以我就卖了你的股票 他就跟他讲说 那你是嫉妒我和田小姐吗 很霸气吗 是吧 然后那个郭台铭 在那个台湾 那时候他还没有 娶第二个的时候 他牵了一个女明星的手 被拍到了以后 上了一周开 当天股价跌到底 郭台铭拍桌 说我谈恋爱怎么了 你们凭什么 就卖我的股票 也很生气 但是大家都认为 就是这个CEO谈恋爱 的确就会影响到 这个刚才老师说的 就是会影响到 整个他的企业的运动 因为他就不专心了 但重点就是 男人你为什么 就是这么愿意听这些 明明你知道这些黑历史 可能是真的 你为什么就买单 这才是我最大的一个 我现在就是 第一个感觉是 你让一个女人 被另一个女人代言 是一个灾难 嫉妒心出来的时候 你刚才讲的 确实也是我那天 注意到的 我那天真的看 他们股东这个直播 我觉得这个王石 跟郁亮跑步 跑的身材很好 跟男孩子一样身材 但是这个脸呢 背儿仓 但是他就 其实呢 为什么我说 是个文学问题呢 这个中国啊 现在出来一个称呼 你知道吗 叫儒商 或者说啊 大家都喜欢 就古代人的审美形象 叫才子家人 都是家徽这样的文人 对吧 但是今天我发现呢 他很多企业家 也喜欢把自己 跟这个儒啊 跟儒雅啊 跟什么 这个挂上钩 可是你知道 真正的文人 他对他们的有些言论 有的时候看上去 就觉得啊 还可以更讲究一些 你知道你要真是爱文学的话 你们比如说三句话 不离本行 我不懂经济 可是我就觉得 无论是王 还是王的女人 其实呢 有些话呀 是表达问题 就像文学 它是个表达问题 哎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事 这样的公司 在中国难道指王石吗 很多的 那天我就问一个人 我说为什么 在王石这个嚷嚷的 满世界都是呢 甚至于我的朋友 这个 也是王石的朋友 就叫秦硕 他在他的文章里 有一个猜测 我注意到是瞎猜 他猜 他说可能是王石啊 他呢 比如说在控股 股权结构上 他是弱势了 但是呢 他又碰到这个事情 于是呢 他向外喊话 他主动希望 社会公众舆论 来借这个事 这是秦硕的瞎猜 于是那天我就问一个 这我不能公开说了 跟王石关系 很熟的这么一个人 人家私下里聊天 我就说 我就说为什么 我说他是这个意图吧 他说不是 他说我跟你讲啊 这王石啊 就不能说话 说你看他历次 出的这个事情啊 都是因为这个人啊 一开口就招事 就在祸从口出了 就对 他不能说话 要照我说 他是不是太直 就像那像石头一样 你比如像那天 我就感觉到了 其实呢 比如说那个小股东就说 我听见你跟这个小王好 不是小田好啊 我就做空这个股票 对 王石说你那是嫉妒吧 对 我就觉得呢 其实可以幽默一点 对吗 就是况且说 比如说我想要叫我的话 我说哎 如果我跟小田的这个关系 还能够让你盈利 那我觉得是一个祝福啊 不过我觉得你的算盘 可能会落空啊 你哪怕这样说 另外说嫉妒 哎 这个里边就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种 可能他说的是真心 那是不是就真的说到他若 他是真心话 他可能是真心话 但是就有时候表达不善啊 就会给自己找麻烦 嫉妒我也觉得蛮幽默的 重点是你怎么样说 因为假如你像王石一样 哭起一张脸 凶起眼睛 当然就是好像confrontation 冲突嘛 对撞 可是你幽默啊 你是不是嫉妒我 那表达是可以同样的语句 可是不一样的效果 那我觉得不管是不是什么 奴商有多真的奴多假的奴什么 我觉得无所谓的 地球上面啊 中国好了 十三亿人 我们其实是应该尊重容许 十三亿人的不同的作风 不管你是草根还是CEO 你言书也好 幽默风趣也好 无所谓 要让十三亿人都可以自己来 有自己的风格要怎么样 你的制度游戏规则清清楚楚 比方说姓田的女士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像这种情况 假如黑文章什么 马上一封律师信 所有的东西要删掉 然后打官司 就算姓田的不发律师函 姓王的也要发 对姓王的我不管 对就像我刚说的 然后你的那个 那个私生活活的确是一个判断的标准 甚至以前有人怎么样 你知道吗 小股东 一看那个开记者会 你用什么来招待小股民 你用的越豪华 什么鱼子杖 什么三文语啊 表示你越心虚 想买通 马上做空等等 都可以啊 甚至有人怎么样 看那个CEO出场的时候 是不是一身名牌 穿了什么几万块的皮鞋什么 甚至看他太太 甚至看他旁边的助理 大家什么皮包 你怎么会容许 你的助理 怎么这么土豪呢 表示你管制 governance 管制是有问题的 我做工 无所谓 所以真的是说 那个数字嘛 那个游戏规则 下回 透明 对 律师线很可能 有可能会发出来 咱们广告之后 我给你看看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律师信还没发 但是小田确实是提到了法律 不是傅小田 咱们家也有小田 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 这个小田 你看这家伙 非常有霸气 气场 对吧 我发现您要有气场 这个诀窍在于背光 再往后看 这是小田 就是田小姐发出来的 这个王思聪 田的男人 田的男人 对对对 是够田的 你看是吧 再往下看 这个这是王思聪 转了刚才这个又婷提到的 最近这篇猛文 这我要说啊 这个原作者据说因为压力太大 已经把这个文章给删掉了 但是王思聪当然是说什么 就有深度的好文 虽然公司的现状和这事过去或许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王思多年经营的完美形象 确实由于这段西洋红 这就崩塌 这说的有点狠啊 再看下边 嗯 这个哎 这个就要不是跟小法律牵扯了 就有人在网上就端出来了 说田的这个公司 他的这个负债多少啊 资本多少啊 那意思就是这里边就出来问题了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田普俊 呃 他自己微博说 是工商登记部门出了问题 还是有人别有用心 把原写成万元 明早上工商局 上证据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啊 我觉得写这个文章的人确实胆挺大 嗯 因为其中有一部分 这就不是八卦了 其中有一部分涉及到的指控 那是很严重的指控 要照我看 那就属于万科拿地 中间人谈判 万科的房子 这就完全得是事实为依据 法律为准绳了 但是呢 咱们聊的啊 要不我说啊 还是这个文学 因为这个事弄起来以后啊 我仔细看看 大部分人 我们并不懂这些专业的事 嗯 所以我们关心的 还是文学 人物形象 你就是法律告不到的地方 比如说 这些道德上的东西 就比如说这个 田小姐发表的这个演讲 这个演讲呢 我要看了 就是为了做节目啊 我就看了全文 实际他讲的内容 也是个很正常的内容 不外乎就是在讲 就是说 从小这个社会 对女性的这个偏见 但是这个标题呢 有点诅咒发誓 就是我发誓不靠男人 我发誓怎么 要怎么怎么着 我觉得这个这个标题啊 是可以商榷 就是说 你说你要不要 就是你得了便宜 还买乖 应该你说他得了便宜 就你不可以说 我相信他有他的努力 毕竟要追到王先生 或王先生要追他 他得有自己个人的一个魅力 他才可以靠近这个圈圈 我总觉得是这样 就像说我 就是我看完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来内地发野这么多年 然后呢 我过去呢 最憎恨就是 什么潜规则这种事情 因为我就觉得 我这个人就是 一副正气然 也只能走白路 我不能走黑路 所以我就对那种走黑路 就拿到我想要东西的人 觉得太不公平 太不正义了 碰到潜规则了 我没有碰到 但我说看那种潜规则上位的人 我会特别的愤怒 但我来内地发展这么久了以后 其实我忽然间发觉 那种腿张得开的女生 我反而佩服 就说 因为你腿张得开 我张不开 这就是我们俩最明显的不同 就我做不到的事情做到了 所以你可以拿到我要的东西 我觉得或许这是 某一种make sense的一个说法 但是 但是我有一种女人 我没有办法接受是 你腿要张不张的 然后你还能够装唇 这件事情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 我发现你婚后确实有点变化 过去没听过这么说话的 而且没差也有说话 就是这种 在这边这种游移 如果你做了这件 我看过很多女生就说 我就是靠这个 或者说怎么了 就是靠男生 但是我利用了你的 你的这个男人的这个诠释 或者是朋友圈交友圈 但是我利用这个像邓文迪这样 我利用这个 但我又自个人努力 我靠我自己的学历 我靠我自己的社交手腕 我慢慢的爬上位 那我觉得这是一回事 但是你在这边 明明靠了他 又说完全是我自己 然后呢 明明没读这些学校 就过了个水 跟我讲说你是名校毕业 这件事情 这种人 又又婷 我觉得是不是在这个阶段 我们可以退后一步来看 不能随便让女的谈女的 男的也不能谈女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真相真的不清楚 我们也不是他的朋友 也没有调查过 种种黑文不黑文 我们没有办法 也没有 没有坦白讲 没有这个机格去评断 这样这个 我反而是想说 是说当一个女人 要闻他 我讲到他发 是说我发誓过独立 不靠男人什么 然后我反而是想到说 不管是田小姐 还是一般女性 一般所遭受的压力 舆论压力 非短流情 流长的压力有多大 所以他才会需要 我们才想象不到的 他可能背后 做任何一件事 都会先被人家假定 你这个就是因为 所谓的腿张开 所谓的靠男人 连买坡菜都说你靠男人 被假定 所以在这种压力下 很多女人就只能说 又用很夸张 我们男人的角度 觉得没有必要 去发誓 我发誓 我不靠男人 他说我澄清 我绝对没靠男人 我们倒过来看 男人不需要发这种事 因为我们不会被假设 靠女人 我不会说 我发誓 我没靠女人 来拿得我的博士学位 可是我背后 有个女人支持我 在冰天雪地里面 陪我读书那么多年 好像那个理所当然的 那我觉得男女性别 的确有权力关系 所面对的不一样 我觉得要给他们 多一点宽容的空间 但我又觉得 现在有很多成功的女性 你不会 林志玲没有必要 在大家面前发誓 说我不靠男人 因为大家不用问她 这件事情 就不言自明了 我一说这个过程 就是大家明明知道 她不是吧 就是我说 也是有很多成功的女性 并不是每一个成功女性 在这么 如果我们现在说 这是一个社会风气的话 我也承认 的确有些时候 会被这样子的质疑 但是不会有人 就是我说 慢慢的已经不是说 有些明明看下 她就是靠自己努力的人 不会有人去质疑她 她又发出这样的呼喊 可能是有她的苦大求生 战士的责任重 妇女的冤求生 就在中国来说 我要为小天说说话 是吧 我发现不能靠你替她说话 我要替她说说话 我觉得 她实际还很年轻 而且以她这么聪明 我觉得她将来 这个认识 能够会更加的 有进步的空间 为什么呢 你知道我 看了她这个演讲 包括她的种种表现 我就想到 我过去经常 跟人提起 我就是有一个心理测试 灵不灵是另一回事 但是她教会了我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心理测试 就是说你说出三样动物 你喜欢的三样动物 然后她教会给我 有三重自我 有三个我 第一个动物 就代表着 别人眼中的你 第二个动物 代表着 你自己眼里的你 第三个动物 代表着 你跟别人都不知道的 上帝才知道 你是谁 那个天命所归的你 你看后来 我就用这个方法看 我发现很有效 就比如说 你站在这个田下节 她自己觉得 你看我父亲 从小就想要个儿子 怎么着 所以我就要想争气 那我是自己在努力 但是我自己在努力 我就不能找个成功企业家 那不是我露出去的 是你们狗仔队 你们要拍 你们拍 你们逼得我公开的 那难道说 我想自立自强的女性 我就不能找一个 一个强的男人 一个企业家 那我们俩好了 我们俩是情侣也好 夫妻也好 自然就要交往她的朋友 难道我能因为这个 故意不见王石的朋友吗 那我见了 我还没有写文章 写感想的权利了吗 你们凭什么 就把这些当成说 我靠她呢 你明白吗 我跟她心有气 我不是说跟她心有气 这我特别理解的 但是我觉得呢 她还是文学 需要再努力 就是为什么 就是我想起啊 自我认同这个问题 你看 不管是台湾 还是香港 这个自我认同啊 大到能够引起 这个国族之间的 这个冲突 小到这个说是 这个个人的这种事情 就是说 你认为你是什么 我记得我刚刚干这行 有点名气的时候 你知道吗 就是我有一种 特别强烈的 这种不认同的心理 说实话 我知道今天 我不认同 我是公众人物 你们征求过 我同意了吗 这个标签 谁给我贴头上 我是 我是哪个场合说过 我同意我是公众人物了 我就是打工仔啊 我靠着 我的每一份钱 都是我劳动换来的 对吧 你们凭什么说 我占了什么出名的便宜呢 但是 我随着后来啊 我就慢慢明白了 就是说 这只是你认为你是什么 但是有的时候啊 别人认为你是 你就是公众人物啊 你享受了很多出名的便宜啊 也许不是你有益的 可是我们都看到了 你说你没靠 也许你主动没靠 但是你客观上也靠了呀 所以你看 到底哪个对呢 没有绝对 只有相对 我现在就觉得啊 你要在这几个自我之间呢 求得和解 我也当然你啊 我也能理解 像有些人就是说 我管你们怎么看 我就是按我自我认为的去活着 怎么了 哎 没什么 那你就要准备承受 这些麻烦 很多批评 咱们先去 要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说呢 你比如说我相信 要不说三九还不离本行啊 我相信以小田这么年轻 这么聪明啊 他可能 早晚有一天 他还会发表一次演讲 他可能会说 我曾经发表过一次演讲 说我发誓不靠男人 但是今天我明白了 不仅女人要靠男人 男人也要靠女人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独立存在 独目难知 人这个东西 都是两个人相支撑 我们都是互相依靠 所以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 我要感恩啊 就是哪怕我们认识了 你我都占了你的便宜啊 是啊 你有意无意的都占了别人的便宜 你认识的人都可能对你有过帮助啊 那所以说我正是依靠着王石 以及无数个我认识的人 成就了我的今天 你这样讲 我觉得就大家就会拥护的多 他应该找你写那个稿子的写手 我正缺钱呢 我正是找富婆呢到处 这种事情永远是这么 你危机能够度过了 而且能够站住 更能够往前走的话 所有的说法大家都会听你的 假如今天不管是王先生还是田小姐 度过他们的眼前的危机 以后就说我到底有靠没靠 因为那个语言你既然说文学 我们就说文学吧 光是用那语言 什么叫占便宜 我觉得假如佛家说因缘嘛 交往因缘嘛 什么叫我占便宜 当我们说不管是男占女 还是女占男的便宜 就是有高低等等 我们是一段因缘啊 我跟你交往 比方说你给我现实上面的 所谓的好处 我可能在我思想的 甚至视觉上面给你愉悦等等 人跟人的因缘可能有好有坏 我觉得不要先进入语言的圈套 人家说你占便宜 你就针对所谓占便宜的事情来反驳 那你就低了 我觉得佑婷刚才的思路 就有点认为她是什么 得了便宜还卖乖 应该 是不是你心里话 就是成熟的圆润度 就是像你说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表达的方式你要 如果你就是你要出来演讲了 可能你要让别人有一种 可以接受你故事的一个表达的方式 我以前听过那个 不知道是肖静谈谁讲 他说一个成功的人的故事 他不需要说 因为别人都自然会去知道 那一个没成功的人的故事呢 那更不需要说 因为没人想知道 所以我是说你的故事 那种气质 或是很多的经历 不需要再次强调 就是自然会有人理解这个过程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但就是说在你选择的语言上面 因为你不是在主持节目 我们主持节目可能可以用一些比较强烈的字语 希望让我们的观众马上听到这件事情 或听到这个思想 但是如果一般的一个 就是我会说 如果我们就说一般人的一个 练成自己的一个状态的话 你应该让自己是圆润的 但是可能你在表达的一个方向上面 人家越打你哪里 那你就等于是明明 此地无一三百两的感觉 就是 其实你就像咱们这个媒体黑社会的话 我就觉得 你平常不在对外说话的人 咱也不招人家 就是有些人